当地时间10月17日凌晨 菲律宾马卡蒂市一家中国火锅店的包厢内发生枪击案 一名黑衣华人男子朝一名赤膊的中国男子连开树枪 赤膊男子中枪后倒地不起 两名嫌犯驾车逃离 18日晚 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回应证实 受害者为中国公民 已不治身亡 据《新京报》报道 受害者是一名29岁的中国公民 当天参与作案的一共有两名嫌疑人 他们的化名分别为子安、阴和暴龙 化名 事后两人乘一辆黑色的汽车逃离 根据网上传出的监控视频 火锅店的包厢里有四名华人男子 一名华人女子 其中一名黑男子突然朝坐在对面的赤膊男子开枪 男子手部和胸部中枪 瞬间涌出鲜血 同桌的一名白衣女子立即上前查看她的伤情 并用中文问黑衣男子 怎么办 黑衣男子说 走啊 走嘛 白衣女子说 我不走 要送她去医院 黑衣男子说 她活不了了 随后 黑衣男子对一直呆坐着的蓝衣男子威胁说 马上把这处理干净 并再次伸手对白衣女子说 走不走 遭白衣女子拒绝后 黑衣男子对蓝衣男子说照顾好丹丹 阴 然后离开 有知情网友在视频下方留言称 黑衣男子是白衣女子的前男友 而受害者是女子现在的男友 蓝衣男子则是这家火锅店的老板 与女子是朋友 路过火锅店和女子打声招呼 不料卷入这场枪击案 马卡蒂市警察公共信息办公室负责人 警长詹尼贝斯·阿蒂斯塔 18日回应说 嫌疑人与受害者认识 两人之间有误会 嫌疑人对受害者感到恼火 他第一次在Telegram上认识受害者 是为了讨论玉米和大米供应问题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与业务有关 也可能是三角链 目前菲律宾警方正在追击两名中国嫌犯 枪杀案发生后 涉事的中国火锅店已暂停营业 19日该店客服回应称 这家老店不再开业了 本月会在别处开新店 不是不是 这你先别记住了 这17吨多是我家粮食啊 不是你们这收链家的这么狠呢 我们说22吨多了 你就可以泡17吨多啊 我问你多少 你干啥 我卖粮的 我现在录像呢 我现在录像呢 我录的 我录的是我家粮食重量 我家22吨多呢 你给我泡17吨多啊 你还80吨 你们这收链家太黑了 骗我好几吨呢 我没骗啊 你别说你没骗 我用大灰狼 我测一下就值得了 这是不是22吨 你够拿 你够拿降啥 你手上啥东西啊 这是不是骗 是不是骗称遥控器啊 这骗称遥控器 我一定发网给你曝光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还要不要 我还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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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长丰学校食堂 给孩子吃变质发臭的猪肉事件被曝光后 政府主管部门推卸责任 涉事企业负责人不理家长提问 插都离去 有家长被威胁 近日 云南昆明关渡区长丰学校食堂 给学生吃发臭的猪肉 被家长发现并曝光 引发关注 事后 该校负责人没有处理问题 而是让一个厨师站出来背锅 应对家长 家长们要求负责人出来回应 该校校长竟对家长说 你不要来吵架 更不要来打架 如果厨师犯了法 有法律来管他 不是你来执行法律 网络流传多个视频显示 10月17日 校方与相关政府部门 企业开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沟通会议 以应对家长咨询 在会议上 家长质问 根据公开资料 承包食堂的企业 今年5月份刚成立 成立不足半年 如何进入学校食堂 是否经过投标 对于这个问题 当地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称 不是自己的责任 校方一位女代表发言 只是反复强调 此事已经立案调查 校方始终重视学生的健康安全 家长们非常愤怒 纷纷指责 你们有没有孩子 你们有良心吗 校方女发言人宣告会议结束 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快不离开 这时 一名家长拿着话筒 对一位男子汉董事长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该男子不予理会 手插兜 镜子理解 据大陆媒体报道 涉事学校创办方 为云南金诺教育集团 该男子为金诺教育集团的 董事长王杰 在会议期间 他有一学生家长说 有家长在群里举报 发言 被人威胁和警告 威胁者称 学生的档案都在学校手中 家长们一份填膺 要求把这个威胁者揪出来 网络流传图片显示 一个名为 陈子涛妈妈的学生家长 被警告 要求他不要打着掌热线 把视频删除 还被威胁说 你要是把事情闹大了 你也别想自己的孩子 在学校好过 据大陆媒体报道 今年五月份 就有家长反映 自己的孩子 在学校食堂吃饭后 有腹泻 肚子疼 呕吐等病症 有很多孩子 都去医院看过多次病 10月16日 有家长发视频称 自己进到学校食堂里面 发现给学生吃的生肉 都是臭的 还发现 有枚切开的 带着包装的一匹肉 标签显示为2015年 产地巴西 因此有家长怀疑 这是从巴西进口的僵尸肉 冷冻时间过长 此事件曝光后 家长们组建了一个群 有家长在微信群反映 设施食堂 一直被报安全问题 学校的保安 从来都不敢吃学校的饭菜 老师点外卖都不愿意吃 之前 就有家长在班级群里和老师谈论此事 结果 这名家长直接被踢出班级微信群 据大陆上游新闻报道 长丰学校在当地很有名 有学生家长陈女士正式 一年的学费是两万六 餐费还另算 一餐是十四元 中餐和晚餐都在学校吃 中共之下 各行业腐败盛行 教育行业也不例外 学校食品安全问题频频被曝光 但是中共当局往往压制舆论 掩盖问题 我们之前的家长报案 我们在场的警察 能不能够困力啊 要追究他的刑事权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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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刚才雷铭说了 不是来吵架 更不是来打架 如果他犯罪了 有法理来管他 不是你上来的就是去法理了 你们有什么 心里进去陪伴他 你家有孩子吗 你家吃这种肉吗 你给你自己孩子吃这种肉吗 你良心过的去 对不起 各位放心 孩子的安全永远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第一位的 所以从三点到现在 也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的会议暂时结束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董事长 是不是要走 不要走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升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